M欄的部分他要新增这个资料 然后蓝位名声的话也是一串 蛮长的 我刚已经先打了 成交与最高最低比较 然后呢 一样是自动换列 然后一样是蓝宽是15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刚刚是折线图 那现在这里的话变直条图 然后显示第一点 套用这个一样的位置 彩色就是那个什么 走势图样式一样是在彩色第一个 OK 所以我们来这个跟刚刚蛮像的 所以我直接来做 第一个我先把资料先输入上去 然后一样在这个地方自动换列 上方有个自动换列一定按下去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选取M欄 按右键 蓝宽输入15 OK 那尽量还是动作一定要精确 那如果假设你做错 我建议Ctrl Z重来 如果考试的时候 不建议你做错 继续又做 因为这样可能会没有分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资料 把它绘制图 所以它这边就OK了 接下来的话呢 游标一样是放在M2 然后呢 利用那个插入里面有个叫直条图的 那一样就是先选取那个成交 成交的话是在E2 一直选到最低就是G2 OK 这个范围帮我绘制一个图放在这边 所以最后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会用那个直条图 反正多跟少 其实它会有一个变化 让你知道说成交最高最低 到底相差多少 那另外呢 有一些显示要不要显示东西 比如说最高最低 这个其实如果将来你们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打勾 那以这一题来看的话呢 它是希望 是第一点 显示第一点 所以第一点这边把它打勾 然后呢样式部分的话呢 它希望呢 是这个彩色 这个锦衣 就第一个 OK 那我们就选这一个 把它点选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底下一样 向下填满 这个也没办法 空点快点两下 变成要自己向下填满 好 填满完之后的话 第三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是针对那个 章数部分 章数要设定什么 设定那个格式化条件 这个格式化条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 在设定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什么 资料横条 然后它是希望用什么 建成填满 然后填满的样式 颜色是橘色 资料横条 那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说 因为一般我们看这个 章数部分 那当然数字越大 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只是说如果假如呢 我们可以直接让它变成 一个横条 反正多了 我们就看那个多跟少 大概就知道说 章数多寡 而不用看数字 毕竟数字 我们在理解上面 还是没有图形那么快速 所以第一个 章数部分呢 它根据这个题目要求 它希望怎么样 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所以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们 还是需要先把它选起来 把K栏的地方 把它做选取 那选完之后的话呢 针对这一个栏位 我们要做设定格式化条件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资料横条 资料横条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选项 就是叫 橘色资料横条 就这一个 题目里面要求 我们就是找到 特别是 就是在刚刚我们才用过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会有一个叫资料横条 那选这一个 就OK了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选完之后 它这个效果 其实还蛮不错的 也就张数多的 它马上呈现这样的状态 如果张数少的 其实它的 这个横条相对 就比较少一些些 OK 让你可以去辨识说 资料的多寡 OK 资料横条部分 张数部分 我看一下 资料 建层填满 所以一样 就刚刚讲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建层填满 对没错 就这一个 OK 那找到点选它就OK了 所以 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好用 但其实设定并不困难 好 那第五的话呢 这一题最后就是 再来就是设定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格式部分 A1到M1 它希望设定那个列高 所以第一列列高为35 然后再来把它的字改成白色的 底色改成蓝的 OK 所以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的话呢 先选取第一列 把第一列选起来 然后按滑鼠右键 列高改成35 预测49.5 把它改35 按确定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A1选取到M1 把它的字的颜色 改成白色 就这一个 白色背景一 然后再把它的 因为这样看不出字嘛 所以呢 再来把它的填满色彩 油漆桶这个地方改成蓝色 那蓝色的话呢 应该是那个 右边算过来第三个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第五个项目了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一题 最后一个动作 应该是画框线吧 我印象没 然后A1到M65 就应该是整个 它的内框线为最细实线 外框线为次出 这也蛮简单的 这个应该比刚刚九十八 简单很多 所以先把范围选起来 A1 然后Ctrl Shift 向右 再向下 有没有选到M65 有 OK 范围先选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选择一样是 框线这个 其他框线的选项 那我们先选 那个 内框线 内框线它希望是 最细实线 所以样式先选 最细实线 然后再选内线 点一下 那外线的话呢 就选次 次出的实线 应该是 它说第五个 应该是这一个 倒数第三个 好 然后再选外框 OK 好 那理论上应该 这样的动作就完成了 你按确定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档案呢 把它做存档 档案 它存 它最后一样 它存成 Excel 的次算表 所以这边 把它另存新档 以下 另存成 活跃部 那改成 ExA01 这样就OK了 存档 那可能刚刚我这个档还存在 我把那个 久者存档表 这个可能要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 它会 它没办法存档 OK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 这一题 先试着完成 先把久者存档 关掉 不然没办法存档 ExA01 OK 存档 好 那这一题 基本上就先到这 那如果这一题做完 这一题好像比较简单 所以刚刚重点 基本上就是 把那个栏位移动 所以主要应该是移动的 那个着收开盘 这边把把这边移过来 然后最高最低 然后再利用这几个栏位呢 会是 所谓的视觉化的图表 这个功能 折现图跟直条图 还蛮好用的 那另外的话 张树呢 在设定格式化条件 让它 利用那个张树 它的数字 自动改变成为 那个 这个横条图的呈现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先试试看 把那个第110题先完成 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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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